台词宫底是检验一位演员演技高地的重要因素 所以演员在剧中是用原声还是配音 往往会成为观众讨论的焦点 有哪些离开配音真生幻灭的明星呢 又有哪些使用原声依然演技才行的演员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观看一下诗区配音 演员的台词宫底如何吧 众所周知影视剧中有很多演员都是用配音 像乔诗宇、季冠林、边疆等人 都是我们非常熟知的配音演员 明星选择配音的原因大多是本身嗓音与角色不符 比如关小彤 她的声音较为沙哑低沉 再加上一口浓重的金枪 可谓是十分有特色 因此在出演古装剧时 关小彤大多需要使用配音来弥补声音上的不笔配感 例如风球皇以及我就是这般女子 这样一个人物落入我公主府当中 还真是有志不能输 这样一个人物落入我公主府当中 还真是有志不能输 但对于现代剧 关小彤就启用了原声 《极光之恋剧》中 除了其各种狗血桥段与音声 还有关小彤一度因为水壶烧开时哭戏受到诟病 剧行里 女主韩仙子依靠边R技术找回记忆后出现了应激反应 关掉声音 单看关小彤的肢体语言还是十分显实的 只是关小彤的尖叫声过高 甚至与哨子以及水壶烧开的声音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一段明明是哭戏 却让观众笑了整整三分钟 类似的唐烟的声音天生清脆 甜蜜软糯 自带小奶音 因此在出演成文大吉的角色时难免用上配音 当年的紫萱就是如此 演技气质再加上配音 紫萱唱了多少人心中的百夜光 可以说是触到几巅峰 但是随后唐烟却踏上了现代曲之路 克拉恋人里唐烟一醒原声就暴露出了台词问题 整段话下来许多地方吐字不清晰 一旦失去字幕 很难听懂她在表达什么 如果说这一段是为了表达兴奋 可即使是归去莱里较为悲伤的片段 唐烟也有同样的台词问题 同为八五大花 刘诗诗早年也大多依靠配音 比如《仙剑三》《步步惊心》等 后来刘诗诗在电影《绣春刀》里使用了原声 当时被不少网友诟病声音沙哑 有气无力 此外她原本的声音还十分软萌 与许多角色无法弥合 所以在那之后 刘诗诗放下了所有工作 安心练台词 后来在《那宁青春我们正好》里 观众惊奇地发现 刘诗诗的原生进步了许多 虽然任嘉伦的演技精湛 但《飞客班》出身的她 始终存在台词方面的短板 她的作品大多是由张杰老师负责配音完成的 包括锦衣之下以及《大汤荣耀》 预焦器官宣时 观伯放出了两位主演的台词音频 除了我身边 天涯海角 碧落黄泉 可就是由于这个音频 任嘉伦的台词功底受到了质疑 观众评价道 任嘉伦的声音显得声色 暴露了台词功底差的事实 希望任嘉伦多多练习 跨速成长为演技和台词俱佳的演员 2018年 任喜功略在首席当杀屏 据说那个敢爱敢恨 极傲不驯的温云洛 一举捧红冷无济言 而当年温云洛的走红 除了演员的演绎 也离不开配音的功劳 这句霸气侧漏的台词 一下子让吴锦岩深入观众的内心 但随着爆红 吴锦岩有了越来越多的演技机会 也在更多种多样的戏份中 快速暴露了演技差的事实 在都市区《你是我的答案》中 吴锦岩的原生台词十分僵硬 表演痕迹过重 瞬间引起了大批观众吐槽 饿死我了 我一天一宿没吃东西 吃喝酒了 就算在新剧震惊春里 台词宫里仍旧未见掌精 说话的时候总是摇头晃脑 让观众难以接受 从全网爆红到如今的收视毒药 吴锦岩令人唏嘘 相比起山河令花絮里的原生片段 让观众夸奖 龚敬在新剧《你好火焰栏》里的原生 却引起了争论 剧终 故事刚开始便是主角遭遇了交通事故 身为消防员的龚敬扛起了使命 但他的一句台词却瞬间让观众出了戏 孕妇过最小空间时 会对孕妇产生一厘米的挤压 不少观众表示 龚敬在这里的台词太过声音 像是在心里挤出每一个字 消防救援在乎的就是每一厘米 不过对于龚敬出现的台词问题 也有熟悉龚敬的粉丝进行了解释 可能是由于龚敬当时刚摘了牙套 再导致出现了问题 吴亦凡的原生台词 被网友戏称为自带电影 在电影《原来你还在这里》的片段中 他把深情的男主陈征演得像一个角色般 所有的演技都是用来吼出台词 给观众调侃吼出了电影 还有有赛的网友将其通了电 制作成了鬼畜视频 十分洗脑且搞笑 郑爽的原生台词令人无法相信 他竟然能在北京电影学院顺利毕业 他的问题在于发音要自一团糟 一旦语速快起来 吞音连读也十分明显 离开了配音的郑爽 可以说是没有台词功底 如果说十年前的初雨巡还算清新自然 可后来 郑爽在一次生日会上为一起去看流星雨现场配音 虽然她的本意是怀旧 可她的配音却打碎了许多观众的童年丽星 此外还有许多堪称中文实际听力考试的片段 一旦没有字幕就完全听不懂 我先进来把卫生月儿忘怀了 你不是说人家特别看了我吗 都推进上去 怎么可能通知别人呢 当然娱乐圈里也有许多原生情感强过配音的优秀演员 李沁从小利息昆去 不仅培养了一身古典优异的气质 还练就了超强的台词功底 《楚桥传》中的袁淳是理性最为抽象的代表作 而她就是凭借几段原生台词 令所有观众心碎以及散叹 首先是袁淳带兵功成的戏份 随着她给我杀的一声令下 大群鸦成的气势扑面而来 然后是被侮辱后的场景 在极致悲伤的情绪下 她的一声声问责充满绝望和愤怒 渗入到了每个观众心里 最后眼神造反时 袁淳不惜放下公主的身份 急性崩溃地拉着眼睛的衣角 哭哭哀求 李沁演技爆发 每一句原声都让人震撼 我知道你活着 哪怕在传看不见的地方 杨子同样用实力征服观众 但片电影《许愿》中 杨子需要连续说20分钟台词 而导演赵薇评价道 不光是表演还有台词 完美地做到了一条过 相秘中 亲密与润郁对质之时 也有大段台词完美呈现 声声控诉下 她的情绪层层递进 你骗着帮助说爱我 你骗全天下的人说爱我 还有电影《烈火英雄》中 面对未婚夫的牺牲 杨子一边要坚守岗位 强忍悲痛 一边又濒临崩溃 随后一句话 就让影院所有观众类目 你人来就该得太大了 此外 虽然杨子90%的作品 都是先由她这些后期会因的 但也有不少现场的原生片段 情绪更为饱满 比如《香蜜》中 《道地逆难的那一声凤凰》 再比如《天机之白色传说》中 在此轩会飞烟灭之时的 一声一声呼唤 《香蜜》中 罗云西的台词也令人惊艳 润玉的几句新典台词 让观众久久都无法忘记 在锦蜜还不知情爱的时候 和润玉有了婚约 当时润玉曾对锦蜜说过一句话 一番台词情深且长 令人刻骨铭心 当润玉与母亲相见时 他说 但除了深情和令人心疼 润玉同样能够霸气 当时使用剑术的润玉被徐凤发现 他充满杀气地说 罗云西的台词功力 成就了润玉 也成就了他自己 此外 还有一类演员的原生台词 保贬不一 相信每个观众心里 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 杨幂的声线十分特殊 辨识度极高 入行三十年 杨幂算童心一步步走红 然而她的台词功底 却一直备受质疑 直到杨幂主演的 《三生三世世力桃花》 受到了所有观众的好评 从素素被挖双目的花絮片段中 即使抛开配音 也能感受到杨幂全方位的演技 有观众评价 杨幂本身很有爆发力 不过也有观众认为 配音版比较能够带入情绪 孙丽的演技慕庸置疑 但声音是她的一个短板 拍摄《甄嬛传》时 导演认为 孙丽的南方考音会影响剧情 最终选择非远生配音 也是无奈的扬长弊短之举 后来孙丽火连台词后拍摄《明月传》 虽然导演在思虑后 仍旧选择了非远生配音 但花絮中 孙丽的台词已经颇有进步 直到《纳宁花》开月正元 孙丽终于启用了原声 一举令人惊艳 从无聘倒下到盖棺 孙丽绝望的呼喊 让人泪流满面 叶阳千玺从顶流偶像到实力演员 一路势不可挡 无论是《少年的你》 还是《长二十二时辰》 成绩斐然 和他却在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中 受到了争议 许多场景里 他发挥了出色的演技 让人感受到 学生病人的脆弱与敏感 但也有个别片段 被人质疑 气泡音十分出戏 不可否认的是 新演员杨千玺的演技值得赞赏 同时也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期待他更加精彩的表现 影视剧使用配音 其实有许多原因 一是演员本身的局限性 比如《正环传》里 再少分演的皇后 有着语言的差异 二是现实因素 许多演员的声音 不能够与角色相适配 三是部分演员的专业素质不合格 不过如梁超伟所说 声音台词是表演里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再好的配音 有时也难以达到 演员在某些情境下 原生里的情感 有的时候 演员就是在用声音演戏 希望所有演员 都能够正视台词 精进自己的台词功力 你们如何看待 失去配音后 演员的演技呢 你们还知道哪位拥有优秀台词功力的演员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我们下期再见吧 提起金星 那和真实娱乐圈 最让人周末不透的明星 也绝对是内娱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他身上的标签 每一条都充满了争议 性别 著名舞者 二婚在下 德国老公汉思 主持风格毒辣等等等等 但最为显著的 就是变性和毒蛇 他和娱乐圈明星展开过的骂战 以及得罪过的明星数不胜数 然而这个已敢说家亲具 受到吹捧的毒蛇女王 最近却不太太平 清新秀 今夜百乐门 中国式相亲相继挺拨 毒蛇女王自然是吃不了这个哑巴亏的 他通过个人微博回应 并首次嫉妒他的小人 就是因为节目做得好 收视率又居高 就遭到了小人嫉妒 领导为了自保就先把节目撤掉 那么这些年来 都有谁被金星首次过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那些年金星首次过的明星们 话语气力毒辣 清新的出名离不开 他的三寸不烂之蛇 也因为在节目中狠毒蛇 言语胆大妄为 由他主持的清新秀 在众多脱口秀节目中 显得非常与众不同 很多清解新剧 也曾让不少网友 觉得他真实坦率不做作 他不仅操心着娱乐圈的思想风气 还操心个人的身心成长 据不完全统计 清新在节目上 明怼暗礼的人不下数十位 不久前 他就在火星情报局中 首次流量明星 没有天天向上 我哪知道王一博啊 范澄澄到底有什么作品 我找不出来 他轻描淡起的两句话 不仅引发了王一博 蔡徐坤粉丝间的顶流之争 还引起了范澄澄粉丝的不满 毕竟很多艺人出道半生 都很难有代表作 而范澄澄年轻二十岁 未来还很可期 不过在新星之里 躺前次数最多的 大概就是范冰冰了 他一批范冰冰不靠演技 靠走红毯 发通稿烟压群芳 只要带上一个摄影师 回头把照片往国际的媒体上 这么一登 照样是国际巨星某某某 红坦艳压群芳 二批范冰冰演技不够 用胸来凑 看剧照的时候吧 知道这是五妹娘 不知道还以为是 满增金带甲黄金第二金 被似的事件还有 范冰冰和黎明合作 王朝的女人杨贵妃时 其中一段马震的镜头 引起热议 之后在金星秀上 金星就以这一事件 调侃了范冰冰 别整天的牛镇的马震的 想当年 萨鼎鼎因为一首万物生大火 舞台上的她 穿着浓郁民族风情的服饰 用凡语 赠语 字语 吟唱歌曲 声音空龄高亢 辨识度极高 让人一眼就记住了 这个独特的女孩 2016年的一次晚会上 萨鼎鼎在演唱歌曲 大名鼎鼎时 前奏刚结束 她的歌声出来了 可手里的话筒却拿反了 嘴巴对着话筒尾能出声 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而萨鼎鼎本人意识到后 也是尴尬而不失礼貌的一笑 迅速把话筒调整过来 继续表演 事后萨鼎鼎回应说 大家消消气 下次我会演得更惊喜些的 也是在假唱风波的那一年 金星在自己的脱口秀上发表了 煽动大妞 连名字和血统都是山寨的激情言论 最后金星还模仿了萨鼎假唱 后来萨鼎鼎也毫不客气地回腿道 万物皆可变 一变万变 世上有人连性别都能变 只要那一刻到了 改变不用理由 金星也回应了萨鼎鼎的变性说 如果变性是我唯一的缺点的话 那我的人生堪称完美 隋翁还配上了自己穿着红色衣服 做自霸气的照片 乐虾也被金星手撕过 当初一起和做超级演说家时 金星指责乐虾的学员造假 这无一连带乐虾也一起骂了 乐虾怎么能忍 当即与其对质 场面一度火药尾十足 后来乐虾直接用一句 大声人比不上小太监来讽刺金星 再后来在节目中 乐虾为了给自己的学员旗袍先生 崔万之打气 临时让助理买了两斤白酒 当场灌下了八两半 直接发起了酒疯怒骂全场 惹得金星直呼吓尿了 口出狂音的乐虾也因此事件身败名裂 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节目上 金星在金星秀上 就这一事件指责乐虾借酒炒作 台下说话还挺正常的 可则只要人一上台呀 他就自嗨起来了 Andra Baby也是毒蛇金星的批评对象之一 在金星秀中 金星说起娱乐圈的不经意乱象 指责某演员不被台词 说台词时只念数字 当观众质疑该演员是Andra Baby时 金星一脸不屑说 周围数字小姐是会流泪的 而她连哭都哭不出来呢 前不久 金星在火星情报局中 也吐槽起了Baby的演技 不只Baby 就连号称娱乐圈最干净的女性韩雪 也难逃她的毒蛇 在跟着贝尔去冒险上 韩雪因为拒绝吃蚯饮而未受争议 恐惧的韩雪已经哭得快到崩溃的边缘 还被网友喷 玩不起 作 这还不算 我们的娱乐圈味道是精心精解 总是有事没事第一个出马 恩怨分明地补了一刀 不仅指名点信的明知怼人 金星还安逢过很多代号明星 其中 某H型小鲜肉黄子涛 也上了她的吐槽名单 当时的黄子涛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耍大台 被工作人员指向黄博便大怒 遭到了媒体以及网友的指责 连王思松也来插了一脚 说黄子涛丑成了马 金星自然也是少不了凑这个热闹 在金星秀上 她把黄子涛喷了个体无完肤 她这么在意自己的发型 因为除了发型 她什么都没有 她可能一无所有 除了黄子涛 韩沙摄影的讽刺过代号明星 还有矿泉水运女 数字小姐 小辣肉等等 她批评这些圈中艺人 演员不好好演戏 歌手不好好唱歌 总是想着走捷径劳前 比如上综艺 参加晚会 上品代言等等 言辞犀利 敢说敢做的金星 居然当着杨迪和汪寒的面 丝毫不怯场吐槽起了谢娜 要知道谢娜 可是杨迪的师父 汪寒的同事啊 她吐槽谢娜主持风格极端 要么让现场疯狂 要么让现场尬到底 不过这一点 虽然言辞锋利 但更多的是一种提醒和建议 作为一代动作明星老大哥 一般是没有人会说成龙坏话的 可金星确改 她说成龙作为父亲非常失职 她直言不讳地 谈到了成龙儿子 房祖明和小龙女 说实话 这两件事成龙做的确实不对 可在公众场合敢这么说的 大概也只有金星一个人了 在户内出轨而被推上舆论的 风口浪尖的陶哲 当初这位著名歌星 迫于出轨的舆论压力 不得不站出来道歉 她还专门做了一个PPT 导致的诚意没看到 渣男的味道倒是异常浓烈 金星因此怒批陶哲 这么多出轨男 就你会做PPT啊 连男人都算不上 就剩下一个字 杀 扯得陶骑记也是火猫三张 而对于陶哲 强吻狗仔事件 金星也怒怼 这个强吻狗仔 就有点重口碑的 除了以上明星 大导演张艺谋 陈凯歌 风小刚 他也是敢怼的 2014年9月 金星在上海人民大舞台的 剧场脱口秀首秀 《一笑之鲜金》中 说张艺谋 一有钱就生娃 告诉陈凯歌 只要有他老婆出镜的戏 他就不看 意思是很难看 并称无极是电影史上 墓碑式的作品 公开说他拍的 倒是下山太难看 吐槽风小刚说 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 小刚一思考 观众就不笑 在谨言慎行的娱乐圈 金星成为一个另类 节目中的他 丝毫不顾去情面 利落地扯下明星 所有的折羞部 让赤裸裸的丑恶 暴露在众人面前 纵管被金星怼过的明星 少数也有半个娱乐圈 诸如陈鹤 李一峰 周立波 黄小明 柯震东 王飞等一大拨人 都受到了毒石的关照 而他也因为太敢说 时常引发一番腥风炫雨 如今 曾凭借犀利的语言风格 受到各大卫视追捧 走上人生巅峰的金星 却变成了 人人避而不及的 烫手山芋 你们觉得娱乐圈 还有哪些明星 是惊心不敢怼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 留言他们的名字 记得看完片尾再走